巨蟹座会孤独吗 应该不会孤独吧 有巨蟹在的地方 总是洋溢着欢声笑语 它们总能把场合的氛围 调集得非常融洽 如果把所有人比作美味的菜肴 那巨蟹一定是调味品 让互相之间的味道饱满 如果把所有人比作一颗颗精美的珍珠 那巨蟹一定是其中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巨蟹就是如此 适合酒瓣 适合交心 向来都是最活跃的意愿 欢乐蟹在脸上 总有一种永不枯竭的动物 所以陪伴聆听 神得人心的巨蟹怎么会孤独呢 确实会孤独 巨蟹的孤独 是热闹散场的心丹影致 强诚欢笑的疲惫憔悴 巨蟹的孤独 是被人误解的一声哽咽 伤心难过的笑里寒泪 巨蟹其实大可不必牵强附会 完全可以做真实的自己 它们只是在乎一种集体的和谐 才会出头担当 巨蟹其实真的可以不去理会这个世界 一个月不出门 但巨蟹总是愿意鲜鱼付出 因为巨蟹横傻横吃 把慰藉给了别人 情欢留了自己 把笑颜付给世界 沉闷一人读解 一味的给予 让对方无限索取 从而不知不觉 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重担和压力 你们每个人的坏情绪和阴暗面 在巨蟹这里找到了回收杖和栖息地 当你们深深喘了口气 巨蟹的自我又在哪里呢 巨蟹的孤独 就像所有人的影子 影子会孤独吗 不孤独 因为影子阴光而生 半生而醒 影子孤独 也孤独 因为影子永属他人 漆黑不见自己 就算如此 巨蟹也会一个人举着蜡烛 很小心地保护着烛火 让你能看清脚下的路 巨蟹也会一个人捧着热烫 很小心地忍着烫 走很远的路让你趁热喝 巨蟹的小心意向 所有你想不到的点 做一切关心细腻的事 这里面深藏着一份心酸的得意 只有巨蟹才明白 对一个人好到极致 原来是孤独 人身如海 巨蟹也难 但为你不难 我愿成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